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无发 我是老木华 这个台股青州已过万重山 在6月在端午节前呢 站上了万七 这个万八甚至历史高点 似乎呢就指日可待了 那台积电的股价呢 几乎要冲600 很多人很惊讶 说这个瑞盈把台股呢 今年的乐观价看到了1万9 同时把台积电乐观价看到740 看起来这个市场的气氛很乐观 那乐观的情况之下呢 最近的股东会的讯息也非常的多 比如说联发科 当然联发科的一个股息值率很高了 股价800块附近 那配息76块 这个值率10%左右 这个很少见 在科技股里面有这样高的值率 所以联发科在这一次的股东常会里面通过 未来的盈余改采半年配发 就是每半年发一次这个股息了 不是一次发放 增加这个股东资金的运用弹性 同时呢展现联发科 对营运稳定跟保持长期盈利的信心能力 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老牌的ETF 0056这个是市值规模2000亿以上的这个大的ETF 也在最近宣布了他们要改采这个季配息 过去呢 0056是年配息 一年配一次 现在呢也要改采季配息 所以可以看到各股或是说ETF 纷纷都采取了比较 这个发放股息频率比较弹性的做法 这到底是为什么 以及呢我们存股族该如何的 面对这样情势的一个变化 要怎么选择ETF或者说各股 我们今天 请教的是金周刊存股助理电子报的总编辑 谢富旭 在我们的节目现场 富旭你好 穆华兄你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这个联发科改采半年一次配息应该是可以理解 因为他的股息很多嘛 对因为他要配这么多 然后你知道要等填息啦 或是甚至还可能贴息 所以这个其实应该是要这样才对的 而且那个补充健保费 对不对 这个联发科科也很惊人 76块钱等于说是76,000块 对不对 一张联发科76,000块 补充健保费超过2万块 就要科2.11% 对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想秘籍的发放 或者说变成是比较高频率发放 切分他的股息 其实也有这个可以 多少可以歼免这个税金的问题 对而且其实这个是先进国家 其实是这样做 像美国的微软啦 英特尔啦 我知道他们一些大型股 或是SN Mobile 对对 他们的配息其实是一季配一次 一季配一次 一季配一次 而且他们配息也满有趣的哦 他们的配息也未必跟 跟当年的获利完全瓜辜哦 怎么说 譬如說他們可能就是習慣就是一年一季配 譬如說0.3美元 賺多賺少大概就是0.3美元 很多公司是這樣的 我記得可口可樂也是 所以我是覺得以後 我覺得其實這聯發科有一點像你知道嗎 像聯發科最近他改成那個季配 他本來就季配了 他調高了他的配息 他本來已經持續快兩年都是一季配2.75 你是說台積電啦 不是聯發科啦 台積電他都配2.75 然後從下一季開始要配一季配3塊 但是其實台積電這幾年獲利 這兩三年獲利其實暴衝很快 但是他的那個股息 他其實沒有跟著獲利跟著動 一直等到現在他才動了一點點 而且我覺得這個每季配3塊 可能也會持續一個一年或兩年 他可能就慢慢增加 對會慢慢增加 而且我覺得即使今年聯發科獲利下來 他反而他沒有減少配息 他反而增加說我2塊1季2.75變3塊 台積電啊 台積電 所以我是覺得企業的配息 因為我覺得因應到做所謂的一個高齡化的社會 高齡化的理財需求 我覺得應該就是以穩定為主 很多大公司他們在思考都是這樣 尤其是先進國家 美國上市的大公司 他們常常就是說 他們即使不是說企業那個 因為有時候企業經營內外的環境很複雜 那可能某一年度可能就一次性的虧損 或是怎樣啊 或是暴賺啊 但是他不管怎樣 他就是說 我那個股息我盡量dividend的 我還是盡量stable穩定 讓你可以預期 那這樣我覺得可以造成什麼效果 除了投資人 在這個所謂比較退休組啦 保守組在投資你這家公司 你的股息可高預期之外 你對你的股價也會比較穩定 大家想說啊 你就有基本的那個dividend的基本盤 所以你的股價也不會 即使遇到很大的蜜蜂 那也不會說一下子暴跌到哪裡去 有利於存股族 穩定他們的持股信心 尤其大公司 我是覺得要往往要考慮這樣 像現在我們那個 我覺得我們的那個整個台灣的大型公司 尤其大型傳倉庫 配息政策都要思考 像臺塑 你也叫臺塑是景氣循環股 有時候一年EPS賺10塊 那有時候一年變成3 4塊 那股息一下子好 那一下子很好 那不然一下子很差 那這我覺得那個投資人心裡面也是 七上八下 那不如說欸 那說臺塑提出一個比較穩定的股力政策 你不要說跟著 因為我們都是先跟著那個獲利 譬如說我們獲利配65%這樣 我們不要這樣 大概就是一年在某個論據 譬如說啊臺塑他就 我以後都是譬如說五到六塊這樣的論據 或是一季 一塊五上下 類似這樣的論據 不一定要講出來啊 但是你可以做出來 讓大家可預期 我覺得這是一種算是一種 比較先進的公司治理的想法啊 因為他在鼓勵發放這樣 對大家可以思考 富序可以講出一個就是說大家的期待了 就是說不管你獲利好壞 景氣循環 公司營運狀況怎麼樣 穩定的股息發放其實很重要 對這個長期存股族來講 他們的現金流的運用 甚或就是說 呃對於他們穩定持股信心來講 對尤其這很重要長期投 因為你假如說譬如說很多公司 他們可能說某一年 譬如說金融海嘯 或是一個金融危機 經濟大衰退 獲利衰退 但是他想要股息相對穩定的話 投資人他們想說 那至少他有個股息基本盤 他們想說抱著我至少有股息可領 他也不會亂殺股票 我是覺得對整個資本市場的穩定 是有幫助的 大家可以從股息再做思考 對我覺得當然台灣的資本市場 股市發展到這樣一個階段 我覺得大家真的要做一個 一個更深層次的去思考 尤其又配合我們的高齡化社會的來臨 聯發課已經連續兩年 他的這個現金股率都在70塊之上 他2022年的現金股率是73 2023年就是76塊 就這次要配76塊 他2021年的現金股率是37 2020年是10.5 所以你可以看到聯發課的這個 現金股率是持續在往上升的 尤其是他這兩年都維持在70塊之上 可能他長期未來就是以70塊做一個 配息的這個區間了對不對 我腳是聯發課 我就不會這麼做 因為他這兩年是因為他的5G 手機的晶片市占率大幅提升 然後當然有一些特殊的因素 我覺得這個龍井未必說 可以持續下去 這兩三年的爆賺 我是覺得你也不必說 他幾乎配息率是非常高 8 90% 我覺得倒不必這樣 那你一下子 你好像之前都配 一年配二三十 那你我覺得一下 你拉高到四五十 其實投資人就可以滿意 而且四五十塊的配息 相對你的股價 質地率也很高 不用一定說要很高的配息這樣 那你沒有填息 其實我是覺得好像這個錢 好像丟到水溝裡去了 不如你把這個保留你的盈餘 在你的帳上 不是說做一些研發 或是做一些未來的 比如說你提列特別盈餘攻擊 說我們聯發課以後 提列這筆錢 就是為了要發展六局好了 六局使用 提列一個特別盈餘 特別盈餘攻擊也可以啊 這一個企業我覺得一個 對股力的政策 我覺得思考要多遠一點 不過這個高股息的ETF 就很喜歡這種殖利率很高的科技股 對不對 所以殖利率高的科技股 半導體相關的族群 因為半導體普遍來講 殖利率沒有這麼高了 畢竟他成長嘛 對但是呢 如果說你在半導體族群裡面 你具有成長性 而且你殖利率又高的話 哇這個對於那個高股息的ETF來講 會是很大的吸引力 所以這個資金就會源源不連結的 流入你的股票 像今年你看到那個電子五哥 廣達啊 偽創啊 或者說你看到聯勇 他其實都有這種 所謂高股息 ETF資金流入的 這樣的效應 對像現在0056 現在第一大成分股 對他是第一大的高股息 變偽創 對啊 本來是殘紅 然後我覺得這個 當然這個這次偽創 電子五哥上漲 有什麼AI的因素 但是我覺得這個被動基金 這個所謂的ETF 這個籌碼面因素也不能忽略 對對 00878買了十幾萬張偽創 是啊 從零 從零到這個十幾萬張 是 因為偽創畢竟他 雖然低基獲利不好 他去年獲利很好 所以他今年配息不錯 所以會變成一個高 高股力的一個標的 但是假如今年偽創 他假如說 那個獲利又變差 那年底的時候 我就有一點擔心 因為他第一季 幾乎損益兩平 看起來第二季 上半年會不怎麼樣 他第一季只有賺0.06元 對啊 我看第二季也可能不怎麼樣 除非下半年來是 絕地大反攻 但我看今年明年的股息 可能會比去 那個今年大幅的縮水 這個就怕說成也這個 所謂的ETF 被敗演ETF 現在ETF瘋狂買進尾創 到時候他的股息殖率不好 能夠ETF瘋狂賣出尾創 現在就是我們的高股息ETF 大概已經有十二三檔了 莫兄你知道嗎 十二三檔的總規模 他五千億吧 五千億 對 佔台股市值1%了 那個是舉足輕重的地位 這個等一下我們來談 從0056改成際配 我們來談這個高股息ETF 對台股的影響性 好我們這邊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節目現場 酒吧新聞台 FM98.1 財經一路無發 我是阮木華 剛剛傅序講到說 這個高股息的ETF 現在總市值加起來超過五千億 總共已經有十三檔 這五千億已經佔台股的 這個總市值大概有1% 因為根據證券交易所 大概五十幾兆 對 所以真的這個影響性很大 尤其是對個股影響性很大 比如說我們講說這個0056 他的市值規模就有兩千億 另外規模沒有那麼大 像群役的00919 他最近換股也很值得注意 比如說00919 他是在 他是在差不多是五月底換股 五月底換股的時候 他就剔除掉了十檔股票 那也新增了一些股票進來 新增十檔 也新增十檔 他總共剔除什麼 他剔除華碩技嘉 易龍南亞文業 會陽KY中頂南茂 宏基跟中鋼 他新增了南電大聯大 群光星泉 玉琦KY 陽基工程 立成見頂置身台表科 他就增加了這個十檔 刪除了十檔 那他現在最大的這個成分股 是長榮海運 佔比大概差不多10% 那另外呢 陽明跟聯勇分別是第二名跟第三名 那這些高股息ETF一旦換股 都會影響這個股價的一個波動 比如說像是00878 最近就把這個尾創換進來 一買買了十幾萬張 好這個就要請教附序 哇他們這樣子一個換股平凡的話 那這個個股的這個價位影響波動 那投資人應該怎麼回應 這個我是覺得這是一個蠻大的問題 他們00878規模2100億 0056 那規模是2000億 兩個加起來就4000億 而且他們 他們的持股檔數不多喔 他們這些所謂高股息ETF值 針對大概市值啊 都是他們對市值的規定有一定的程度 我不知道大概是前市值排名 要不要是150名還200名 小的他還不要 我小的高職率中小型的他不要 他要一定規一定市值規模的 因為有什麼流通性什麼問題嘛 所以他能夠挑的股票不多喔 像0056 他挑的股票大概只有50檔而已 以前更少以前才30檔 他後來增加到50檔 也增加到50檔 然後00878也不多 也是幾十檔而已 對 那你知道嗎 我們的台灣所謂的高股息股票啊 台灣雖然上市貴公司有 將近2000檔加新貴 但是所謂符合高股息 而且市值又一定規模的 譬如說有超過譬如說五六百億以上的 那其實標題不多欸 我自己曾經把過資料 大概只有 也只有大概不到200檔 對 所以這個代表說我們這個高齡化社會 很多人退休 他們也懶也不想研究什麼股票啦 都是懶人投資法 或說也沒能力研究啊 亂買也賠錢 就買高股息ETF 所以這個流進的資金會越來越多 然後這些股票這樣 隨便一檔個股 你知道嗎 像我記得 很多0056已經是很多公司的 前10大股東 譬如說群光 他大概是排名第三大的 那偽創 搞不好 搞不好你明年那個 看那個股東名測 他變成第一大或是第二大 就是都進去他們 或是00878 然後變成這個很多這個高股息公司的 最大的股 前10大股東 然後這個代表說 這個高股息股 他們在這個 趨勢之下會越來越熱門 對 這代表他們會越來越昂貴 對 那你覺得會 那殖利率會越來越低 對 所以以後 那他 高股息投資是 會越不好 越來越不好做 就因為股價漲上去了 所以公司的獲利跟不上 對 所以說那殖利 獲利跟 能不能跟得上我們不知道 但是問題是說 他就是 就是量就是 就是 就是這麼多 我們雖然有2000多支 但是符合他們 想要挑標準 可能只有 只有 只有不到100支 所以就是這麼多 調來調去 就是這些 但是這種高股息ETF 就如雨後春筍 越來越多 而且不但的追加規模 對 所以會導致所謂的 我稱之為 高股息股的膨脹 通貨膨脹 那個價格就會 所以他規模越大 會影響到他的配息能力嗎 其實配息能力 當然是看他買進了股 對 給他的配息 對 大家要分配給所有受益人 對 但是他假如規模越大 然後他當然 受益人數越多 對 量沒有那麼多 只能用更高的價格買 他可能就是殖利率就會拉低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問題對不對 是 這是一個問題 這是值得注意 對 那我覺得想到一個解決方法 什麼方法 就是說 我發現我們的高股息 這十幾檔 調來調去都是 那幾檔 那幾十檔 那我覺得他們忽略了台灣 其實有一個 其實中小型的高股息股 也不錯 也很多 譬如說像貴萌 坐條車練調的 或是像地堡 車燈 其實很多 很多這種隱形冠軍 他們可能市值大概都在 兩三百億以下 無法讓高股息ETF看上眼 因為什麼流動性的問題 但是其實他們的配息的穩定性都很好 那我覺得這些漏網之餘 你只要把它納進去 就可以相當程度解決 你這個就是 你只挑來挑去就是偽創廣達 那他們要去修改 台灣大哥大這些的 像你看中華電信 現在殖利率只要不到4%了 其實他獲利都沒成長 台灣大哥大也一樣 就是因為這些高股息 一直買一直買 對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 這個要思考 這個要思考 好這個股價越買越高就對了 股價越來越高 EPS當然 相對沒上去的話 那個殖利 這個本益比就變高了 殖利率就下來了 沒錯沒錯 電信股就是一個最好的說明 電信股也是這些高股息 買的很多的 還有關股銀行股也是 關股銀行股 我覺得目前的殖利率也是偏低 因為大家對 大家純股族 尤其高股息ETF很喜歡買銀行股 因為相配相對穩定 又特別偏愛關股銀行股 因為他們有個偏見說 關股銀行比較穩 投資人也一樣 都有一個偏見說 這個是政府的 所以對於關股銀行 就比較喜愛 比如說像我來看 比如說我是覺得 比如說中信金其實經營的 比如說比趙鋒金好 你只要看看過去20年的獲利 其實那個中信金大概是 20年前大概是100多億 然後現在成長到 每年大概四五百億的獲利 那趙鋒金大概是20年前 也是從100多億 現在獲利也頂多大概兩三百億 兩三百億已經原地踏步很久 你可以看出這兩家 民營跟工營 都是最棒的銀行 它其實 其實齁 民營的其實表現 那個中信金表現比趙鋒金好 但你看股價 本一筆 資利率 趙鋒金 他遠勝於中信金 這個就是 呃 投資人偏見 對我是覺得這是一種偏見 像像永鋒金 這幾年也是做得不錯 對 永鋒金會覺得不錯 對 但股價也相對 那你說你說 你說永鋒金跟 跟核庫金PK 對 我就覺得PK 搞不好會贏喔 對 但是我覺得他 他就是 他就是沒有辦法得到 在資本市場得到像 像核庫金這樣的 這樣的一個對待 人家核庫叫小央行 小央行啊 對小央行啊 是是 核庫有他的 當然他的核庫 歷史悠久 然後放款的規模還是很大 但他獲利人力 我覺得不一定 比永鋒金或台心金這樣的 民間銀行好 好 可能高股息ETF 要去買剛傅許講的 一些中小型的 呃 高值率的個股的話 然後他要修改一下 那個指數編制規則 應該要 因為他們都follow 那個台灣指數公司 所編制出來的 這個指數編制規則嗎 是是 那這個當然就 他們的事情了 就我們 投資人知道自己 要做什麼就好 那傅許你覺得現在 我們還剩下兩分鐘 你覺得現在 還有什麼樣 存股的好標的 這個股指數都拿來萬七了 存股的好標的 其實齁 我是覺得 現在 我預期說 所謂的這些 高股息標的齁 他們未來幾年 會不錯 就是有個大環境 因為 就是一個所謂的 高齡化理財的需求 那這種 所謂的高股息 ETF會越來越多 會推升他們的本益比 降低他們的殖利率 這代表說齁 你現在開始投資這些 不管是大型的 或是中小型的 高股息股 你好好找的話 然後長期持有個 譬如說 三五年 我是覺得 未來的一個獲利不錯 會被這些 對高股息天賦 把股價推高 我們先卡位 有這個意思 偽造沒卡在30 現在卡70 會不會太高了 像我最近 我那個 剛才慕華兄有練說 那個 群益高股息 在五月 換那個 換股的時候 我早就注意到了 而且我就早就注意到 那個 我就猜測群光跟行權 一定會 很有可能會進去 就被你猜到了 當然 我猜了很多檔 就中了兩檔 但是 當時我就有那個 我就用這樣去預估 我就那個 就就就就 就先卡位 就獲利不錯 群光不錯 群光是一檔好股票 還有新權也不錯 半導體測試股 好 那現在也可以測試 AI晶片 你只要說要 要不要砍拖 也可以跟AI有關 對對 OK 這個大家密切注意 高股息他們的動態 因為這個資金真的 話注意也跟擋 今天非常謝謝富旭 來到我們節目現場 謝謝富豪